台積電園區裡不只員工忙 水車也跟著忙進忙出 根據台積電所公告的用水量 竹科廠區每天至少用水5.7萬噸 占了整個竹科 每日使用量15萬噸的三分之一以上 一天大概有400噸的取水量 大概有20個車次 上個月已經有部分廠商 啟動水車運載來因應 但老天不賞臉 總是不下雨 讓竹科持續面臨缺水危機 旱災應變中心要求竹科節水率 從7%提升到11% 希望大家能共體時間 除了希望業者節約用水 經濟部也透過水資源調度 再生水廠及海水淡化等設施 多管齐下 希望能夠將缺水 對高科技產業的影響降到最低 稍微辨大根 也失敗了 旁邊有過水 2012年 旁邊有過水 2012年 旁邊有過水 2012年 旁邊有過水 旁邊有過水 2014年